有三个人的学校 一位上一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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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 从地表垂直延伸向下的地下楼层 深不见地 每个楼层关押着两名囚犯 中间有一个供电梯通行的电梯警 负责给住在各个楼层求进的犯人运送食物 监狱管理者每天都会为犯人们准备大量的美味佳肴 甚至还会根据犯人的喜好提供菜品 理想状态下如果饭菜每到一层 每个人只吃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那么人人都能吃饱 但人性的贪婪在欲望面前永远都不会满足 当到达一百层后 桌上只剩下一堆玻璃器具 这时饥饿的人们为了生存只能互相残杀 人们管这所监狱叫监狱坑 这里关押的人们不全是被抓进来的 也有少数自愿加入的普通人 格伦就是为了借助烟瘾 自愿来到这里 来的时候还带了一本唐吉克德的书 准备在这儿安安静静地读完 在这里每隔一个月 监狱内的人就会被迷晕 然后重新分配层数 原先拥有充足食物的上层 很可能在醒来后 发现自己沦为什么都不上的下层 相反原先在下层还没有饿死的 则有可能一觉醒来 称为锦鱼玉食的人上人 格伦一开始被分配到了相对靠上的48层 他对育友是一个叫马格斯的老人 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 深暗这里的生存之道 一开始格伦对于上层吃剩的饭菜很难接受 但育友马格斯却吃得很香 格伦本打算私藏一个苹果在身边留着吃 但没想到牢房迅速升温 马格斯跟他说 在牢房里不可以私藏任何食物 否则就会被热死 在被关押了一段日子之后 格伦开始适应这种吃剩饭的生活 一天随着食物一起下来的还有一个疯女人 马格斯告诉格伦 这个女人每个月都会跟着电梯转上一圈 去找她适通的孩子 并且每次下来之前都会杀掉她的育友 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下次与她孩子相见的概率 很快到了重新分配楼层的日子 这一次很不幸运 她被随即到了171层 当她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被绑在床上 一旁的马格斯拿着刀对她说 你放心 我会尽量晚吃你几天的 待在171层根本不会有任何食物 马格斯在坚持了几天后 准备对格伦动手 就在这时坐着餐车下来的疯女人救了格伦 心狠手辣的她不仅杀了马格斯 还交换了格伦第一次吃人肉 就这样靠着马格斯的肉 格伦又成功了一个月 第三个月格伦来到了33层 这一次她的新育友是曾经面试自己来监狱的伊莫里 身患癌症晚期的伊莫里 和格伦一样 也是自愿来到这里 她只想在生命最后 体验一下这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 伊莫里自诩对这里非常熟悉 还告诉格伦 这里一共200层 如果我们通过一层一层传话 把食物平均分配 就完全可以改变现状 让每个人都能活下去 于是伊莫里告诉楼下 让他们不要浪费 只吃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可下一层的人对此置之不理 这时格伦站出来威胁他们 这一招果然奏效 可当伊莫里问格伦能不能向上层的人传话时 格伦却说他没办法向上面拉屎 一个月很快又到了 这一次他们竟被分配到了202层 超出伊莫里认知的楼层数彻底击垮了他 他本想着来到这里可以改善所有 却不曾想远远没那么简单 没过几天 伊莫里就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格伦为了活命先是持出重击 最后也不得不靠着伊莫里的尸体呈了过来 时间来到第四个月 这一次格伦的狱友是一名信奉基督教的黑人 巴拉特 更幸运的是他们这回来到了第六层 这可是一个接近天堂的位置 黑人试图打破监狱坑的规则 他想利用上层的帮助 用绳子爬到最顶层 可就在他爬到一半的时候 却遭到了上层的排行物攻击 让他差点从电梯井摔下去 经过这次教训 格伦终于明白 靠自觉打破这里的设定根本不可能 但是可以利用六层的优势 一层一层将食物护送到最底层 这样就可以避免人吃人的事情发生 如果哪个楼层不服从分配 就用暴力制服 就这样 格伦和黑人在浑身伤痕的情况下 终于到了最底层 这个监狱究竟有多少层呢 答案是完全超乎他们想象的333层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个小女孩 可谁也不知道小女孩是怎么活下来的 原本他们留了一块精致的意大利蛋糕 当作是给监狱管理者的信号 试图告诉他们 这里终将会变得文明 可小女孩的眼神死死盯着这块蛋糕 最终格伦还是妥协将食物给了他 并决定把这个小女孩送上去 当作是给管理者的信号 影片的最后 小女孩坐着电梯一路向上 黑人因过重的伤势 没能活下去 奄奄一息的格伦也被留在了最底层 而剧中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镜头 负责给监狱提供美食的厨师长 发现退回来的布丁中有一根头发 并因此怒斥了所有的厨师 所以我想小女孩 不过是格伦幻想出来的罢了 当然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具体怎么理解 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 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东西有很多 表面上这个监狱坑跟我们毫不相关 而实际他讲述的就是我们的故事 总的来说 这是一部非常值得看完整版的电影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